拿出估价单还有收据 谈了有屋主因为房屋老旧漏水 花了10万元 让游馨师傅做防水 双方甚至签了保固书 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上看来师傅说他要组长 所以就顾言不疑有他 第一天下午才来做 第二天也很慢才来 然后第三天跟他做博博 得了就要得钱了 所以来讲应该大概是两天 屋主说当时对方主动 上门自荐说自家亲戚 是开工程行 他负责接案 帮屋主报价防水期通包10万元 同意后隔天就带着助手来施工 只是短短两天完工 屋主付钱后却发现 还有部分漏水 没想到在联系对方时 业者开始敷衍闪躲 最后甚至不读不回 才惊觉被骗 找不到人 所以我们再去查那个 也没有那个工程行 整件语言行箱 实际致电给业者电话 直接转语音 而屋主原以为对方有名片 还有签合约 应该万无一失 但没想到说名片一查 根本没有这家工程行 连地址都是瞎掰的 等于收据保固 都是假的 不过对于防水期保固十五年 有经验的师傅一听 就觉得不合理 这不可能 因为你就十五年一关 没人家报告 风水是都五年 五六年做一套 在全部工程验收完毕后 才给付最后的工程矿 说不要一次把款向父亲 消费者在选择业者时 最好先上经济部的网站 做工商登记的资料查询 确认对方有合格登记 再签约比较有保障 TVBS新闻 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